今天是蜡月29 湖南广播电视台新春新闻中心新春走机层 来到了邵阳市新宁县浪山镇石田村 从今天开始到正月初三 直播大浪山将以动响浪山、城乡浪山、龙藤浪山、戏运浪山、浪漫浪山为主题 在当地开展五场直播 展现大浪山地区丰富多彩的年俗文化 讲述当地乡亲们为美好生活努力奋斗的故事 摁摁我 Fraser 腊月二十九家家户户开始热火朝天的准备年货过年了 那么此时此刻在我们新春走基层的前方直播点 浪山脚下的石田村萦绕着怎样的年味呢 新春走基层直播大浪山走起 往上欢迎你 往上欢迎你 新春走基层直播大浪山 大家过年好 我是孙普 我是佳莹 今年呢 我们是在湖南少阳市新宁县浪山镇的石田村 陪大家一起过年 咱们石田村可是世界自然遗产地浪山风景区的核心区域 辣椒风八角寨紫霞洞这些景点呢 都分布在我们周围 可以说是好山好水好风光 也欢迎全国的观众朋友们 跟我们一起开开心心过大年 也非常欢迎大家通过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和我们进行互动 我们今天的互动口令宁可听好了 叫做动向浪山迎新春 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在长古动歌中迎接新春 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曲呢叫浪山欢迎您 它是一首动歌 也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它是源于巴栋摇山居民的日常生活 大家只要听到这首歌啊 干起活来都特别的有劲儿 今天是腊月二十九 家家户户都在准备办年货 不知道孙普你那边年货准备的怎么样了 嗨我在这里 我这边正在制作的呢 是当地最受欢迎的年货 猪血丸子 它有一个特别吉祥的名字叫做宝庆丸 无论是蒸着吃煮着吃炒着吃 可以说是样样都好吃 这个猪血丸子呢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料 那就是豆腐 大家看这边有一个特别特别大的木盒子 它是用来做什么的呢 今天我们将在直播现场为大家制作一个世界上最大的豆腐 用来送给乡亲们做明天年夜饭的美食 而为大家制作这个豆腐的呢 就是我身边的这一位 满师傅 满师傅过年好 咱们都知道浪山的豆腐是特别好吃 咱们家的豆腐呢又是公认最好吃的 能不能告诉我们秘诀是什么 我的秘诀就是一字兼字用全程骨发 还得益于浪山的好水 好山好水好豆子用骨发制作出了这样香浓的 看现在已经碾出豆浆来了 这边这个大锅进行的呢就是煮浆的环节 我已经闻到了豆浆浓浓的香气 豆浆制作出了一块块豆腐 一块块豆腐又铸就了当地最大的豆制品加工企业 不仅如此满师傅还积极参与到了当地的扶贫事业当中 2019年他们专门设立了扶贫车间 提供了600多个就业岗位 很多在外打拼的年轻人听到了这个好消息 都回到家乡学做豆腐 在家乡里面工作和生活 在我身边就有这样的一位年轻人 他叫做刘昭贤 我来问一下昭贤刚才在做什么呢 手法特别娴熟 我在绿江 在绿江 我知道你是刚刚从深圳回来工作的 怎么能下这个决心回到家乡来 以前在外面工作的时候 我觉得自己就像一枝风筝 虽然工作收入也不错 但是总觉得一直飘着 而且心里总牵挂着家里的亲人 但是现在我们心灵发展得越来越好了 我也在家乡找到了满意的工作 老婆孩子热抗头 工作加薪不用愁 我这次风筝终于飞回来了 回来了 说得太好了 我们在昭贤的笑容当中 感受到的是满满的幸福感 那么这些年 新宁一直在大力地推动现域经济发展 坚持走特色化的发展道路 新宁的老百姓的幸福感是越来越强了 我来问一下乡亲们 你幸福吗 幸福 多么响亮的声音啊 那我们现在激动人心的时刻也马上就要到了 我们世界上最大的豆腐即将出炉 我们邀请满师傅和我们一起来共同的见证 我知道满师傅也非常的辛苦 凌晨五点钟开始召集了三十多个师傅 用了三千斤的豆子一起来制作这款豆腐 那么现在世界上最大的豆腐到底能不能够成功呢 满师傅有信心吗 有 有 好 师傅们上 好 师傅 全场跟我一起来倒数 三 二 一 我真的是叹为观止 我能摸一下吗 这是真的吗 召成一招给大家展示一下 我都已经跑出汗来了 这个豆腐居然有这么大 满师傅能不能给我介绍一下 它到底有多大 然后你设计这款豆腐的创意是什么 这块豆腐长四米 宽四米 我们还用胡萝卜汁 把它写了一个浪山的浪子 走大家新年愉快 新年快乐 谢谢大家 那么这样一款世界上最大的豆腐 将要送给乡亲们 一起来准备明天年夜饭的美食 我要问一问所有的朋友们 这块豆腐漂亮不漂亮 漂亮 厉不厉害 厉害 满师傅今天可不仅仅给大家制作了豆腐 也准备了最新鲜的豆干 我们一起来尝一尝吧 海里也 鸭山也 东风都摸 合作也 跳动也 东风像洋漏 长寿也 推坑也 波海战斗 飘香也 金丞烈也 雪花降落 一来一来一来 嘿嘿嘿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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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你也要想也 都风光浪费 走走也要弄也 都风向遥落 江手也铁铁铁铁 不放海转浪费 大少年轻松也 铁花枕合我 你呀也要 百花也上火也 破头筹罗位 江坡也燃料 不想想要得了 重光也插心也 不太好 江山也重不也 放弃的一样一路 大家知道吗 豆腐这两个字 用心灵的方言说 听着有点像多福 我们心灵人在过年的时候 这餐桌上必不可少的 就是各种各样的豆制品 比如说黄金油豆腐 兰花干等等 像我手上拿的这个卤香干 也是招待客人 必不可少的美味 看到这朋友吃得好开心 味道怎么样 真是太好吃了 真的吗 太好吃了 好的 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一定也来想尝一尝这个香干 不过没关系 现在您那就可以拿出手机 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参与我们今天的活动 抄取我们今天的直播口令 我们直播口令是什么呢 动向浪山迎新春 是的 您听清楚了吗 动向浪山迎新春 是的 你将有机会获得 我们的芒果TV会员年卡 和浪山骑程 好的 好菜要配好酒 现在上酒咯 二十九喝米酒 这是咱们新营人的过年习俗 今天咱们浪山地区 有着四十年酿酒经验的李师傅 给大家送来了新春的开坛米酒 我们今天的米酒 是用当地农家自种的大米 和浪山的山泉水酿制而成的 喝杯米酒泡个好菜头 来 大家一起喝酒 喝酒 好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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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走 别走 外ение 奶 undergo 你好酒 你和我 你们 做 playoffs 和你的 做回框 这 五位 وس 沉 岛 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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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心无安靠 请一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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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来 让我们共同举杯 二十九 歌米酒 来年日子啥都有 干杯 新年快乐 观众朋友们 新春九季鹏 直播大浪山 在接下来的四天将会继续示范大家一起过年 那么明天呢就是大年三十了 我们邀请大家和我们一起来体验 当地最有特色的年月份 咱们不见不散 好 感谢我们前方的直播团队年味浓浓啊 明天我们继续关注新春走机层直播大浪山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